有一个小伙子啊 自幼父母双亡 他每天都要到田里干活 有一天他就在田里捡到了一个大田了 捡到田了之后呢 他没有马上把那个田了煮了吃了 而是把田了放在大水缸里养着 这天呀 这个小伙子又出去做事了 等他回到家里的时候 发现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桌上摆着香喷喷的饭菜 小伙子觉得很奇怪 我没爹没娘的 谁给我把家里整理得这么干净 又给我炒好了菜 这个小伙子呢 他一肚子怀疑 吃下了香喷喷的饭菜 第二天又是这样 第三天又是这样 这个小伙子心里想啊 我一定要把这个好心人给找出来 看到底是哪个好心人 我要好好感谢他 这一天啊 小伙子 他假装出去干活了 偷偷躲在门外面 躲在了门外面 躲在了门外面 然后 悄悄的 朝屋子里面伤望 过不了多久啊 他家的水缸里 突然敲出一个漂亮的姑娘 这个姑娘呢 从水缸里敲起来之后 立马呀 打扫房子 把房子 弄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就烧火做饭 做好饭以后呢 这个姑娘呢 走到水缸边 一下子就像是不见了 这小伙子心想啊 原来帮我做饭的人 就是 甜的姑娘呢 那我明天也想个好办法 留住他 这个小伙子第二天 又假装出去干活了 然后呢 瞧瞧躲在门外 看到那个甜楼姑娘啊 又从水缸里敲出来了 他呢 赶紧 就悄悄的走到水缸边 发现 水缸里还剩下 很大的一个甜楼壳 他就马上 悄悄的 就把甜楼壳 从水缸里 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呀 放了一个 柜子里锁好 然后 他就假装 从外面回来的样子 推开门 这个姑娘看到有人进来了 赶紧就要朝水缸里跳 结果 这又跳不进去 原来呀 他的甜楼壳不见了 这个小伙子说 姑娘啊 你人这么好 我呢 正好 又没有娶妻 哎 姑娘啊 你就做我的妻子吧 这个甜楼姑娘呢 看到这个小伙子啊 忠厚老实 又勤快 于是呢 他就说 哎 他就害羞的 就答应了 然后 他们呢 就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之后呢 哎 他们生下了 一儿一女 有一次呢 甜楼姑娘啊 抱着 哎 在外面干活回来 他的孩子 就跟他说 妈妈 妈妈 别人跟我说这样的话 甜楼姑娘说 说什么话了 他说 你就是个甜楼 好 甜楼姑娘 听了这话以后啊 就问她 是谁说的 他们就说 是爸爸说的 甜楼姑娘呢 就很生气了 于是呢 等到了晚上啊 他就跟那个 小伙子说 他说 父亲啊 我呢 跟你已经 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现在 也为你生下了孩子 你啊 还是把那个甜楼 可还给我吧 好 这个 小伙子呢 他就不知道 他跟孩子说的话呢 就全部给这个甜楼姑娘听到了 于是呢 他就 打开箱子 把那个甜楼壳呢 就 给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 马上 把甜楼壳 往外面的 河里一扔 哎 消失不见了 这个时候呢 哎 这个小伙子啊 但是他的孩子呀 哎 守在那个河边 无论怎么喊呢 那个甜楼姑娘呢 都不可以回来了 都不可以回来了 感谢观看